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人說,一個作家最喜歡的地方 是那一處讓他內心平靜的天地 在那裏,文字有了自己的意志 文字如歡快的溪水,速速向前 我們以一張白紙一齒畫布的相似之處 遠超我們的想像 我們既是那張空白的畫布 生活,便是那支如有神柱的筆 我們寫盡一切,也被一切書寫 我們內心的悸動,做出的選擇 秉持的信念 也許黑白兩側,即可一一記錄 但我們的生活,五於萬千斑斌繽紛之間 過去,賦予我們以形 現在,賦予我們以色 而未來,交給我們來書寫 我是誰,重要嗎 我心所在,故我所在 有人說,一個作家最喜歡的地方 是那一處讓他內心平靜的天地 我認為並非如此 讓人心動,才值得喜愛 向心而行,自有所成 賦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